HELLO 大家好 今天在台充副村國小研習的時候 有一位新竹的教師夥伴問到一個問題 LCD1602可不可以自訂一些特殊的符號 當然是可以的 我們等一下就示範自訂一些特殊的字源或符號 首先你到我的協作平台 card.k123.tw來下載延伸集 官方的延伸集沒有這個功能 是我自己編寫的一個小功能的延伸集 到這個網站 card.k123.tw 然後這邊 會有一個Arduino全部延伸集 這裡 把它點進來 那你就下載這一份 通常 我會用日期來 做這個序號的編排 你就 下載這個12月22日 今天的 然後 你到這邊來下載的時候這個日期應該 有一段時間就會更改 那麼要注意的是這個是針對 MBRAC 5.4.3 那麼現在MBRAC 他如果版本不同的話 我自訂的延伸集他會找不到 所以 我這邊是5.4.3的 那如果你是比較舊版的 那你都 就到官方這邊 去下載 這個MBRAC新版 現在目前最新版是5.4.3 然後我就會在這邊邊寫這個是 屬於哪一個版本 那你下載的這個 延伸集 這個 打包 這個檔案下來之後呢 你把它解開會有一個像這樣子的 小圖示 你就把它點開 那麼他這個就會自動安裝 你就讓他跑一下 跑到這一邊 這個進度條跑完了 就會裝好了 那麼我們讓他一邊跑 我們先過來看一下 這個 自訂符號的 這個產生的 網址 網站 這個地方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也可以自己畫 就是 比如說用Excel來畫 或者是你 會寫程式的話 用Python 或是C語言 或者是其他程式語言 都可以寫類似的這個工具 那麼網路上其實很容易找到 類似這種 線上的軟體 直接就可以來點選 好 那比如說我們現在 LCD1602呢 他內建是5x8的這個字形大小 所以要顯示中文 筆畫不能太多 比如說 你要顯示一個 王 類似王的字 這樣子 那麼他的 這個程式碼自動會秀在這個地方 好 那有時候你要畫一個箭頭 比如說你要畫一個箭頭 簡單的箭頭 這樣子 好 像這樣子的 你個別自訂的符號的話 他這邊都會自動 產生這個二進位的這個代碼 那當然這邊也有16進位 那我待會的延伸級呢 會 用這個二進位的就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你畫好了這個符號呢 我們就先把它複製起來 就這個 那採用二進位有一個好處就是 比較直覺 各位來看一下 你看第1列 是不是都空白了 所以這裡都是0 那第2列呢 00100 有沒有 00100 那這樣你在指導學生的時候 是比較好教學的 就是可以畫在紙上啊 或者是在Excel上來畫 那 這樣子 就會比較簡單 你畫好的圖形 那我們就把它複製起來 OK 好那我們來 開啟一下這個 MBlock 好開啟了MBlock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5.4.3 對照一下 最新版的 好那我們 添加一個設備 好 那這邊呢 我們等一下選 UNO的這個板子 那彰化線 推展的這個 Blango其實就是跟UNO 這個是一樣的 那如果你比較喜歡 用小小的這個Nano也可以 我的 這個LCD1602的延伸集 這個都有支援 好那我們先用UNO做一個示範 好 那這個地方我們添加延伸集進來 UNO應該 最多人用 所以 他在載入這個線上的延伸集 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因為太多 太多人分享這個延伸集 好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直接搜尋LCD LCD 好 那麼採用LCD1602 小弟 製作的這個延伸集 擴展3 第三版 我們用這個 OK OK 把這個拉進來 1602我們用的是i2c的角位 那市面上 常見的位置呢 我就按照這個順序拍下來 你買到了LCD1602 你不曉得是位置在哪裡 不曉得的話沒關係 你就從第1個開始測 第2個第3個一直往下 市面上大概會從 最上面這個 下來 那有時候你 假設你的位置是0x27 還是顯示不出來 大部分是LCD 後面的那個背板 有一個條對比的那個旋鈕 你要去旋轉 才能看得清楚 好 那我們點過來 這邊呢 我們 開始我們先把它清掉 就是之前有畫的 我們先把它清掉 那麼這裡 自訂符號呢 我們就選這一個 那剛剛我們 是不是在這個網站有下載這個資料 這份資料 那我們就 把它貼在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這裡就把它繡出來 繡出來 這邊是符號1 你就這邊就符號1 那你在哪一個位置繡出來 你就點在這個位置 你可以在製作第二個符號 這邊就要寫符號2 那這裡也要顯示符號2 但是你顯示的地方 這裡就要改 不然等一下會蓋過去 這樣就會顯示兩個符號 那這邊當然的 你可以 再來修改 比如說 我 我要顯示是這樣子的符號 這樣子的符號 那我們就把這一些 複製過來 貼在這個地方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它傳到 UNO的板子上面 那你的LCD1602呢 就是 第一列的 第一個 欄位就會繡符號1 那第二個欄位呢 就會繡符號2 就是你自訂的這個符號 就可以輕鬆的幫它顯示出來了 謝謝收看的YOU